这是一部七年以前上映的伪纪录片 据说很多人被吓到 以下画面可能引起不适 请做好心理准备 或者你可以一刻你的愿重朋友一起看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一位范蒂冈教主收到一盒录像带 里面一个长得像小K的女子在说话 她面容憔悴情绪焦虑不安 一直重复自己想回家 突然画面闪出一个鬼影 就像是从女人身上跑出来的 两个月前 小美正在和亲友一起庆祝她的生日 父亲端的蛋糕出来小美很高兴 拿着刀准备去切蛋糕 但却不小心切到了手指 伤口还很深一直在流血 小美只好在父亲和男友的陪同下 去医院包扎 小美处理伤口期间 父亲在医院认识了一位牧师 因为同样当过兵 他们聊起来很有共同语言 父亲此事不会想到 这位牧师以后会经常出现在小美身边 处理完伤口的小美在回家的路上 感到异常口渴 不到一分钟就炫完了一整瓶矿泉水 这时公交车的玻璃遭到一只乌鸦的撞击 乌鸦飞进来引起了乘客们的一片骚动 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同时乌鸦灼伤了小美的手指 让刚缝好的伤口又裂开了 回到家的小美愈发感到口渴 抱起矿泉水又炫了一整瓶 没过多久小美就昏睡过去 任父亲和男友怎么做都弄不醒 两人瞬间有点急了 不料小美突然弹起 苏醒过来 但同时身体一直不受控制般的抽搐 家人赶紧把她又送进医院 医生表示最好留院观察一晚 殊不知小美体内的邪灵正在慢慢觉醒 第二天男友带着鲜花来接小美出院 然而一进入病房花就神奇的枯萎了 男友有点失落但没有在意 小美坐在车上盯着镜子 突然发现自己的黑眼圈不知何时 变得如此严重了 小美感到有些抑郁 一路上话都不想说 但却突然间开始发狂 和司机抢起了方向盘 汽车瞬间失控 在大马路上横冲直撞 几秒后车翻了 又滑行了好一段距离 事故很严重 但奇怪的是只有小美一个人身受重伤 其他人只有轻伤 小美三进医院 这次是紧急抢救 但医生很快表示他们已经尽力了 监测一上的波线逐渐归于平静 父亲和男友无脸崩溃 牧师在旁边祷告起来 奇迹发生了 小美弟身体竟然抖动了一下 有了反应 几分钟后小美睁开眼睛 从死亡线上回来了 小美弟死而复生固然让亲友都很高兴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却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这个男人手里拿着两个灯泡缓缓走过来 你以为他是要表演吞灯泡吗 不是 他要自残 只见他将灯泡猛插进眼睛 灯泡碎裂上面沾满了鲜血 对自己没有手下留情 也把周围的人吓得够呛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只因几分钟前和小美说了几句话 男人本是过来调查案件的警察 小美在住院期间悄悄前进婴儿房 他神情冷漠地抱起一个婴儿 想要淹死这条新生命 只见他目露凶光仿佛中邪了一样 好在保安及时发现 小美这才停止了行动 保安们把他扭送回病房 小美却一直喊着不是他做的 警察过来询问案情 小美一言不发 只是指了指窗户 警察过去查看 窗外出现了一只想进来的乌鸦 几秒后警察走出去 手里却拿着灯泡 看来小美身上的邪灵越来越强大 不仅能控制他自己的意识 还能控制别人的行为 后来小美被送进精神病院 护理员来给他送药 小美露出戏谑的表情 接着就盯着天花板看 窗外出现裂痕 泥砖悉数落下 把护理员砸死了 牧师通过监控看到 过道里的床突然自己一动起来 小美站起来走到墙边 开始不停地念咒语 那些患者纷纷开始发病抓狂 有的互相攻击打得不可开交 有的直接跑到楼梯上跳了下去 还有的用电线上吊自杀 整个精神病院陷入一片混乱 而小美依然还在念咒语 牧师赶紧跑过去阻止 这才让小美停止念咒 患者们也随之停下了暴动 牧师把小美的录像寄给梵蒂冈教主 教主看出小美身上的邪灵 实力强劲不可小觑 决定亲自前去为小美驱魔 女人跪在地上 主教正在为她驱魔 她张开大嘴 主教竟从里面抠出一个鸡蛋 接着女人干呕起来 又连着吐出两个鸡蛋 全被主教用手接住 小美体内的邪灵开始反抗 主教让她坐到床上 她猛摇头地拒绝 但下一秒又倒在床上 床突然快速一动 小美意识到不对劲大喊着快跑 他们上前查看 小美猛然睁脸 瞳孔已经变成不正常的样子 把他们下一大挑 他们用铁链把小美绑起来 现在邪灵正在占据小美的身体 小美痛苦不已 主教拿十字架对在她脸上 试图赶走恶魔 但邪灵反而更嚣张了 控制着小美一直往前倾 想要挣脱铁链 直到小美的肩胛骨变形 依然没有停止 最后小美整个身体被拉到完全向后仰 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形态 铁链也被成功拉断了 这下主教没办法了 只好连着小美一起杀了才能解决恶魔 她拿来匕首一刀刺进小美身体 可惜无事发生 小美一点反应都没有 反而抽出匕首将主教反杀 然后小美张开手臂 只见她手腕上有两处伤口 牧师说那是圣痕 代表恶魔要重生了 小美没给他们多少反应时间 立马发力让整个房子燃烧起来 她要把牧师 父亲 男友都置于死地 最后房屋毁灭 只有牧师活了下来 但小美没有杀了她 而是让她给教会代华 说新上帝回来了 三个月后被彻底附身的小美 利用魔力治愈了很多病患 短短几个月就拥有了一大批追随者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 小美还上了新闻接受采访 她的信徒越来越多 小美举起手臂 露出自信又诡异的笑容 一个新主教诞生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 范提纲录像带 一部驱魔主题的美国片 片中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一次性喝两瓶矿泉水 否则你会进医院